炎炎夏日 蒲公英阿朵被水花滋醒了 看向对面被洒水汽喷洒的草地 那里跟自己所处的地方相比 简直就是天堂 阿朵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 可是突然一个同伴被活活晒死了 接着又是另一个 阿朵鼓舞大家赶紧起来 可接下来所有的同伴都死了 再这样下去自己可能会被晒死 阿朵心又不甘 他拼尽全力将自己连根拔起 阿朵试探性地迈出了一步 可是地面好烫 看着不远处的天堂 阿朵还是一咬牙冲了过去 滚烫的地板 不停地在灼烧他的根须 看着近在咫尺的距离 可阿朵走了好久才走到一半 此时烈日当头 阿朵没走几步都异常困难 他已经被晒得奄奄一息 但还是拼了命地向前方爬去 他距离水源只有一步之遥 但最终阿朵还是失败了 突然阿朵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自己的种子撒了出去 阿朵也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阿朵的孩子们开始生根发芽 他们可以享受清水的喷洒 还有肥沃的土地 他们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生存的问题了 但这些都是阿朵用生命 为他们换来的 阿朵拔出自己脆弱的根须 明知自己死路一条 却努力地把活续续的希望 留给自己的孩子们 就连一株杂草都明白 生命的真谛在于翻眼